七哥 來,拿著 謝謝七哥 多贏一點 放心,沒問題 好,再見七哥 再見 再見七哥 七哥 你借了這麼多錢給他 你不怕他不還嗎 你懂什麼 這三個人 都是梁碧的好朋友 是龍老爺交代我 叫我借多一點錢給他們 你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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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到了 找到什麼三哥 你沒聽過嗎 他真的要找明燈 你看他 那頭那麼油 整面黑氣 還不是一盞明燈放在這裡嗎 待會他買大我們買小 他買小我們買大 正在贏 我買小的 喂 碧少爺,你終於回來了 碧少爺 什麼事 不是我 是真的不用幫他們有事找你 真的 你說 你說 說 是這樣 碧少爺 上一次報廠的事 幸好得你出手幫忙 才保住報廠 這一次 說 說吧 說吧 前陣子 報廠生意不好 我們跟高利泰借了一筆錢 給工人出糧 現在債主迫我們還債 如果不還的話 就會打破我們的報廠 我幫你跟他說 不要說 碧少爺 如果得罪了他們 他們肯定會打破我們的報廠 如果被爹爹知道了 他肯定會激怒吐血身亡 你想我怎樣 不如這樣碧少爺 如果可以的話 你就借給他們兩個 讓他們可以擺平這件事 就是多少 五十個大約就可以了 五十個 上次三十個已經弄得我 雞門鴨血 這次五十個 是的 碧少爺 我們知道再找你幫忙 真的難為了你 但是除了你之外 就沒有人肯幫我們 所以 是的 碧少爺 只有你這麼好的人 才肯幫我們 等我想想他 多謝碧少爺 多謝碧少爺 多謝 我們從小到大 你們有什麼困難 碧少爺一定包手 碧少爺 行了 我們不要再煩碧少爺 我們走吧 多謝碧少爺 走 三哥 想不到碧少爺這麼說意氣 當然 我們有空平時又陪他吃 又陪他玩 我們有什麼事 他應該幫忙 三哥 你最好就馬後炮 那剛才又不見你出面 和碧少爺的錢 那你的意思就是說我不對 對吧 三哥…他…他不是這個意思 我們現在怎麼做好 還可以怎麼做 去找七哥 走吧 走 走 陳叔 碧少爺 你來了嗎 還在那裡計算嗎 不就是這筆帳單 每個月都好像算不完 最慘的是你爹 整天都說要幫人 結果十個人看病 兩個付錢 所以你 搞得我們每天都是入不敷之的 碧少爺 你來找我也是想拿錢嗎 不是 我打算過來找你聊天 不知道你這麼忙 我先聊 碧少爺 你如果有事的話 我們一會兒再見過 伏振東勝 伏振東 你是屁掛門百年來最出色的弟子 這次下山 一定要把本門的武術發揚光大 想不到我伏振東 都會淪落到這樣的田地 是 福師傅 什麼事 梁師傅在庭心湖等你 他說想幫你療傷 謝謝 梁師傅 謝謝梁師傅 梁師傅 你這次來特地替我療傷 自從那天我和福師傅你見面 我看到你的避傷也挺嚴重的 所以我回去特別配了一種藥荒 我看見福師傅你又沒來 所以我約你來這裡替你醫治 其實我一直都想去的 只是龍老爺他… 我了解的 福師傅 這瓶藥兩天換一次 如果你用完了之後 找人來通知我 我會為你另外配多一瓶 謝謝 梁師傅 你叫我… 你對我真是恩同在做 梁師傅 如果你用得著我的地方 我赴湯到火,在所不遲 福師傅 你千萬不要客氣 正所謂醫者父母心 只要你的傷勢好之後 把你的管門功夫用於正途 我梁讚就身滿意足了 一切盡在不言中 我也是時候回贊身堂了 福師傅,告辭了 萬能,梁師傅 萬能,梁師傅 無者 真正的無者 三哥 都等了這麼久了 迫草還來不來的嗎 我又怎麼知道 再等一等吧 大先生 甚麼事 你們三哥 今天做甚麼這麼古怪 各位, 想做甚麼? 沒事, 我們在等逼笑而已 有甚麼重要事? 沒事, 小事而已 你做你的事, 不用管我們 小頭, 你做你的事, 不要管我們 去吧, 做事吧 逼笑來了 坐 逼笑 帶了錢來沒有? 沒有, 拿不到 我們開醫館, 不是錢莊 沒有? 這次真的糟了 這樣吧, 我說他幫你出頭 你要有個地主出來, 我跟他說 那…那不是很好 不是怎樣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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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原來那個地主這麼兇 妹妹, 你為甚麼臉色這麼難看? 你為甚麼呢? 我今天的心總是… 覺得有點不妥 有點不妥? 是嗎? 阿兵 又被我撞到你嗎? 喂… 看見面, 聊幾句 不是沒空, 心急做甚麼 你說甚麼? 我聽人說你很多人去香港 現在我撿了東西, 先走你一步 怎樣? 是否生氣你? 給他擅長你 說完了嗎? 說完了嗎? 不… 先去香港吧 快你很多 你這些倒忌都沒有嗎? 做甚麼忌, 還小嗎? 知道你可以搶出佛山 我替你高興 出去照顧自己 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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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死火了, 這次真的死火了 我不是這樣設計的 搞那麼多東西出來 一點點反應都沒有 那怎麼辦? 那怎麼辦?你說怎麼辦? 我不知道那個宵夜 不如…我們先出發吧 你現在教我做事嗎? 我既然… 車票也買了 沒有了, 起… 喂… 喂… 是, 小爺, 甚麼事? 你們倆 幫我拿點東西去火車行 我稍後過來 小爺, 火車很快就開了 我有分寸了 走吧 想不想我又請你們 是…那我們先走吧, 小爺 來吧 都要走了 想問一個朋友說一聲再見都沒有 這個倒屎妹 好歹都救過我 嗯… 到個美別也好 嗯… 不是呀 我當她是朋友而已 一會兒她不當我是 不是很醜嗎? 唉… 算吧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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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駱老爺, 今晚要招呼客人嗎? 是呀, 我約了胡文來吃晚飯 那你真的答應他的要求嗎? 高明, 我出道了幾十年 從來都是人家照我的要求來做事 還沒有人敢對我提出任何要求 這個胡文 高明, 你知道我為何會這麼快 就把我的兒子送到香港嗎? 不知道 你遲這個胡文乘機敲詐我 如果不達到目的的話 他是不會輕易放手的 我把兒子送走 就是怕他被這件事牽連到 龍老爺 那你今晚是不是要殺胡文? 事情沒那麼簡單 這個胡文 指著他是車陣中身邊的人 對我還有一定的利用價值 所以我想 他的命 還可以讓他多留一會兒 我現在進去 如果一個小時內都不出來的話 你們就幫我通知車陣中隊長 說我被龍金星殺了 是的, 胡大哥 好 龍老爺 胡文老弟, 你來了嗎? 是 來…請進來 請… 來…胡老弟, 請坐… 好… 胡文老弟, 你看 我特地為你準備了一些好菜 我們一邊吃一邊談好嗎? 好… 來, 胡老弟 胡老弟, 你先請 是, 龍老爺, 對不起 我不會喝酒 不會喝酒? 是 龍老爺 不如我們爽爽快快開門見山吧 龍老爺, 你笑什麼? 胡文老弟 我笑你太過小心了 郭明 幫胡文老弟再換一套碗筷 是 不用了 我已經吃了飯 不如我們開始談吧 好 你說吧 龍老爺, 錢準備好了嗎? 什麼時候給我? 胡文老弟 你一直為我做事已經很長時間 既然你提出條件 那我龍老爺 答應你就是了 不過… 不過什麼? 不過我想請胡文老弟 為我做一件事 龍老爺, 究竟是什麼事 你儘管說 好 好 龍老爺 龍老爺 我來到這裡 就猜到你有要求了 你不妨直接說吧 好 既然胡文老弟你這麼爽快 那我就只有開門見山了 我 我想要胡文老弟 幫我去殺一個人 殺人? 人呢? 你怎麼回事? 碧少爺 他們可能遲到 七哥 阿三 他就是你說的那個地主 不用問他們了 是我逼他們騙你的 怎麼樣? 不明白嗎? 大三和這兩位兄弟 在賭場欠了我一大筆錢 還一直都沒得玩 所以 就叫他們做一場戲 引你出來 就當是利息 人站在這裡 我要做什麼? 不是我找你 是另外有人想見你 龍老爺 你不是徵服隊的人嗎? 梁碧 你知道太少了 行了 這些無謂的事都不用再說了 虎文 你想怎樣? 想怎樣? 梁碧 你要怪就怪你那個多管閒事家爹 七哥 你想做什麼? 和你馬上飛上出來 聊些事嗎? 聊? 你們欠我五十個大洋 又怎會是聊的聊天這麼簡單 真是很對不起, 碧少 我… 我們都不知道會弄成這樣的 對不起, 碧少 你可不可以 kuv這樣 你還沒想到嗎? 我會找她 是要懂嗎? 很過分 itten 挺有趣的 鷹魚 你在哪裡? 她不在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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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 高明, 你和梁碧交過手 覺得他的武功怎麼樣 雖然他不懂梁讚的詠春拳 但他學了那麼多不同的拳法 都算是一個不容易對付的人 那你覺得憑胡文帶幾個刀手 能不能殺到梁碧? 不可以 既然你覺得胡文殺不到梁碧 那你對我的做法 又為何不提出質疑呢? 我覺得龍老爺的決定自然有道理 我不需要有什麼疑問 其實我這次派胡文去殺梁碧 是想來一個一箭雙雕 一箭雙雕? 嗯, 這次我叫胡文出手 如果能殺到梁碧的話 那就最好 不過 就算是胡文失了手 我都要讓梁碧 帶入一個萬劫不防的境地 高明 我要你跟蹤他們 趁機會下手殺死胡文 把這個罪名嫁禍給梁碧 知道, 龍老爺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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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壁少爺, 打得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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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群臭小子永遠沒有很大熱的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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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妹 你今天到底做什麼啊 好似心髓不靈那樣 我… 我的心肯定是有點不妥 你知道嗎 我上次有這種感覺是什麼時候 是阿娘死的那天 我一定是怎樣機的 這不是每天都賺了嗎 拿下 ру меч 你怎麼一直在想 啊 tą 我… 仔包 小麥頭, 你別問我, 我不知道 你…你們… 小麥頭 我殺了人 駱老爺 高明, 見事頒得怎麼樣? 胡問已經死了 好 高明, 我真的沒看錯你 謝謝駱老爺 高明, 你太辛苦了 快點回去休息吧 是 小麥頭 乖兒子, 你放心吧 爹已經為你完成了最大的心願 量逼他以後 無論如何都不會跟你作對 你還是很難受 我的確實 我們這次有一個心願 我不是說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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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說你 你不是說你 我不是說你 請 林師傅, 真不好意思, 經常麻煩你 什麼話?對了, 車子而已 不如一起去羅口福吃頓飯 我真是求之不得 不過還有些資料我想仔細對付一下 過幾天 車地長真是不慈勞苦, 梁讚真是佩服 我們這麼辛苦, 才令毒販修煉了些 如果現在不成性追擊 過幾天恐怕春風吹有聲 只要那個毒販頭目一天抓不到 我這個心理就一天放不下了 既然如此, 我不妨礙你了 不好意思 慢走 車隊長 什麼事? 剛才孫大哥那邊派人家說 他說報廠那邊發生了命案 報廠? 是 報廠?不就是在濟南濟筆那裡? 怎麼樣?梁師傅, 你認識他們? 濟南濟筆是小兒娘逼的朋友 梁師傅, 既然如此 那你要陪我一起去幫忙 好, 馬上走吧 好, 走吧 隊長, 孫武, 黃文呢? 在裡面 那邊 車隊長 胡文他今晚來這裡幹什麼? 我不知道 不過前幾天我就發現他有點古怪 所以特地安排孫武 暗中留意他究竟搞什麼鬼 想不到現在的事情壞到這個地步 你懷疑胡文是奸細? 沒錯 前幾天掃擋鴉片倉的時候 我已經懷疑有人通風報述 孫武是我唐弟弟 靜底知道內情的只有胡文 孫武, 你們抓到什麼人? 我們今天抓到一個人 聽他說 現場還有一個叫七哥的人 被他走掉 什麼?七哥? 聽他說 今晚七哥安排胡文來 本來是要殺這個人 怎麼知道失手 反而被對方殺死了 胡文是殺人 他殺什麼人? 孫武, 為什麼不出聲 胡文要殺的… 是梁碧 梁碧? 明明也神 爹 你呢? 尼少爺 這件事是否真的? 真可憐, 真糟糕 碧少爺, 我看現在最重要的 就是你先找個地方躲起來 爸爸 小蚊頭, 今天車隊長已經約了老爺 我想老爺遲早都會知道這件事 我最擔心的就是, 如果老爺知道這件事之後 一定會綁碧少爺交給車隊長 碧少爺的脾氣我們也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到時候會交成怎樣 小蚊頭, 現在最重要的是 就不要讓他們兩個見面 這樣, 我就回去應付老爺 你就在這裡看著碧少爺 千萬不要讓他再搞什麼 黎三, 世男七筆 這件事你心裡搞出來的 你們三個想不想幫碧少爺 想 好, 那今天所有事就由我做事 碧少爺, 你放心 有才叔在這裡 萬大事, 我都會幫你擋住他 我先回去吧 有才叔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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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爺的背後另有文章 你千萬不要一時意氣, 傷了家庭和氣 我還是不進去了, 我在這裡等你 老爺 姐夫 怎麼一個一個站在這裡? 老爺, 是不是阿碧回來了嗎? 阿碧走了? 他走了多久? 他走了去哪裡? 為甚麼一個一個不成聲? 老爺… 阿碧少爺, 他這次真的不是故意的 你聽我說 你給我走開 姐夫, 梁碧是不會殺人的 還是查清楚再說吧 查? 現在人都走了, 你叫我怎麼查? 阿碧少爺, 如果他沒有殺人 要怎麼鬼鬼祟祟地躲起來? 他現在走了, 整個佛山都當他畏罪潛逃 我帶他回偵緝處, 還有安全 如果落在其他人手上 到時幫都不能幫 阿碧少爺, 你說, 你說我應該怎麼做? 走開 是不是要我動手? 蔡叔 老爺 蔡叔, 你沒事吧? 阿碧少爺 梁師傅, 令公子是不是已經離開了? 他已經離開了賺身堂 事到如今, 要馬上找到令公子 他離開佛山會用甚麼方法呢? 以現在的時間, 水路、陸路都有可能的 水路就沒問題了 我已經派孫武在那裡把守 一旦有消息, 他會立刻通知我 但是陸路呢 不如我們馬上去火車站 好, 我跟你一起去 快點, 走吧, 走吧 冷靜 站住 梁師傅, 不關我們事 確確你, 你放過我們吧 我沒說關你們事, 梁逼他去哪裡? 在哪裡?梁師傅, 我們不知道 知道? 那連三個急急走去哪裡? 我們因為很害怕 所以想盡快離開這裡 怕? 怕甚麼? 梁師傅, 你的心情我很理解 但是急不是辦法 不如我帶他們回去 將這件事問清楚, 再作打算 好, 就著車隊長你的意思 連三個跟我回去 升班頭 升班頭 什麼東西? 出來 你是不是嗎? 他? 死戰 正 老頭, 你快點幫碧少爺準備一下 外面風聲很緊, 碧少爺這次不走不行 齊叔 我爹知道了嗎? 我明白 爹, 你真的要送碧少爺走嗎? 我已經叫阿賴三他們引開老爺了 然後怎樣呢?我們只是見一步走一步 阿哥最近沒時間陪你 故意帶你出來逛逛 小徐, 我們離開佛山吧, 好不好? 阿哥真的很累 為了賺錢治好你 做了很多自己不想做的事 我現在都不記得殺了多少人 我只記得我第一次殺人真的很害怕 我之後整個星期睡不著 每次合上眼睛 我都會見到那個人 幫龍老爺做事 幫龍老爺做事 殺了一個又一個 就算很害怕 現在也慢慢變得麻木 再這樣下去 我也不知道自己會變成什麼人 我一定要向龍老爺辭行 不過你不用擔心 阿哥在這段日子都存了一筆錢 夠你和我還有小饅頭回鄉下 過平平淡淡的日子 小徐, 你說好不好? 你也贊成嗎? 好, 那我遲些跟龍老爺辭行 我幫了他這麼多 我想他不會拒絕 小徐 你怎麼樣? 小徐 小徐 小徐, 我扶你回去 來 怎麼樣?你真的要走? 高明, 你知道我是一個很外財的人 你呢? 又是一個很難得的人才 為什麼不繼續考慮一下 留在這裡為我做事呢? 很感謝龍老爺對我的栽培 但我實在沒辦法適應這裡的環境 所以龍老爺, 我想向你辭行 好, 那你們以後有什麼打算? 我想帶小徐回鄉下 用這段日子存到的錢做些小生意 你也嘗試過山珍海味 還可以吃得下粗茶淡飯嗎? 我想這不是問題 是 那好, 既然是這樣 就算我龍某的福元未舊 不配有你這樣的優秀人才留在身邊 高明, 你我認識的時間不算太長 但是不管怎樣也好 我們總算是主迫一場 一會兒你去帳房 我為你們準備了一筆錢 足夠你和小翠 安安穩穩地過日子的 那就算是我龍某對你和小翠的一些心意了 龍老爺對我和小翠的親情 我是不會忘記的 起來, 起來吧, 高明 算了, 緣起緣滅 天下無不散之言直 你既然決定要走 我都不便強留了 我們就此告別了 謝謝龍老爺 謝謝龍老爺 林師父 車隊長 你覺得這裡有些不妥呢? 我知道你始終不敢相信 是梁碧薩湖民 不要緊,換尊是我 我也會回來這裡 看看可不可以找到什麼蛛絲馬跡 車隊長,你真是明白事理 為人父母的 有誰不愛惜自己的子女的 梁師父的心情真鍾明白 況且,這件事的背後 我始終覺得是另有文章 車隊長,你有什麼意見? 第一,梁碧薩湖民這兩個人 可謂風馬牛不相及 又怎會變成互相仇殺的地步呢? 第二,現場走的旗七 是整件事的關鍵 我已經發散了人到處找他 如果能夠找到他 整件事就可以真相大白了 梁師父,你放心 在公在私,我會查清楚這件事 不會要令公子夢想不白之怨 這樣真是謝謝車隊長你 現在最重要的就是 要盡快找到那個旗七 免得被人承虛而入,接外生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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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找到家ILY 免得被人承虛而入,最佳免得被人承虛而入 早晚了 老爺,你都忙了一整晚 都很累了,回去休息一下吧 阿彩,有甚麼消息,你立刻要通知我 你放心吧,我知道要怎麼做 那好吧,我又休息一下 佛教好教了,別想太多了,老爺 老爺,別怪我,我只是逼於無奈 才安排碧少爺離開佛山